美国一位爸爸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在家里建造了一座带有树桥跟滑轮系统的室内树屋 他将自己制作树屋的过程拍下来 放上网与大家分享 引起一票网友关注 家里的是四个孩子的爸爸 白天他是一名工程师 但到了晚上在孩子睡着之后 他就变成了一名业余木工 为了帮家里四个小孩打造一个娱乐空间 家里的丛林居家 看了建造所需要的藤蔓丰树木材 花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将近400英镑 大约15000块台币的费用 盖出这个室内树屋 而树屋的中间还有小桥连接 还配有滑轮系统 成为爸爸用影像将自己八个月来的努力 浓缩在六分钟的影片 分享在网络上 希望也启发其他家长发挥创造力 给孩子打造出与众不同的游戏空间